有民眾到連鎖素食店用餐 但卻發現端上桌的黑色餐盤 不但看起來非常的破舊 在上面還充滿了碎屑 讓民眾看了直呼很倒胃口 而之後店家表示 當天是有員工 不小心把廚房送餐用的托盤 拿給客人使用 但卻反倒讓民眾質疑 難道廚房內部的衛生狀況 也有問題嗎 我有到連鎖素食店 開心吃漢堡 但餐點端出來讓他好傻眼 因為餐盤上不但充滿黃色的碎屑 表面也已經脫皮 讓他直呼看了就沒有胃口 網友破文表示 自己十號到宜蘭郊西一家素食店用餐 但餐盤看起來像是回收場捡來的 上面還充滿黃色碎屑和塑膠粉末 事後和店家反應 店長回覆是員工不小心給錯餐盤 這是那場送餐用的托盤 而不是給客人使用的 反而讓網友更擔憂 廚房內部的衛生條件真的乾淨嗎 就都是同意用現在的餐盤 我們這邊就是同意由總公司 台北那邊去做回應 當時店家表示 目前店內餐盤都是使用白色的托盤 不過對於細節並未多做回應 雖然餐盤沒有直接接觸食物 但還是影響了民眾的用餐影響 記者李柯燕宜蘭報導 我們在每個市場都好 我們在這裡看 雖然間聖人工不小心